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初次美容整形建议先尝试哪些项目 现在人们对于美的要求所谓是越来越高了 但是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 所以对于自己的五官要求也就自然不一样了 初次美容整形建议您先从注射类或激光类的开始 慢慢的再从手术类过渡 注射类的可以选择玻尿酸 封额头,封苹果肌,封太阳穴,封唇,封下巴 以及天虫皱纹等等 若是因为咬肌肥大,可以通过打入毒素来瘦脸 就是我们常说的打瘦脸针 若是因为脸上的婴儿肥,脂肪多造成的大脸 可以通过打溶脂针来解决 激光类的,可以做去斑除皱嫩肤 也可以用美容仪器类等等 还有,若想让自己的眼睛变大明媚起来 双眼皮埋线和全切双眼皮也是建议做的 具体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有怎样的效果 可以看我上几期分享的视频 以上,无论是用玻尿酸填充 还是打肉毒素,瘦脸等 效果满意的话 根据自身的情况 以后可以考虑用甲体,封额头,封下巴 想让轮廓更好的话 可以跟医生好好的咨询 也可以通过膜骨或靴骨来瘦脸等 但一定要到正规的大医院 找有资质的医生 这样对自己的安全上也有一定的保障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